风有多大 你看这卡车现在有个也不开了 这风额额额站不住 吹已经往那边走 地面已经结冰了 如果这要开开车的话,路上会不危险 今天还是不动了,还是在这儿开 这也是延台姑娘 这是在这儿买的白酒 来,就喝点酒 今天我就想说一说呢,作为Full Time的Solo Traveller 好处与不好的地方 好处呢,就是去哪呢,自己说的算 不用担心第二个人 就是和你意见不一致 产生的意见的分歧 什么,这个不用考虑 买了 这个菜就是不咸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清淡 所以说我炒的菜一般都不咸 就是一个人的旅行 就是自己想去哪就去哪 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 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愿意待就待 不愿意待就走 这种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比如说就像最街 就是外面呢,天气不好 影响你户外的一些活动 而急用在车里呢 这样来讲,你的注意力呢 也就不能被外界分散 就完全在屋里了 相对来讲就是有一些个孤独 如果有网络还好说 可以上网 那就是说看一看 这关心的议题呀 话题呀 但是在加拿大很多地方 没有网络 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这样来讲 如果再碰上一个不好的天气 不能进行户外活动 在屋里头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这时候就是说就感觉到 非常的近 希望有一个人呢 进行可以聊聊天啊什么的 喝口酒 再吃口菜 不过呢 这种的时间呢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时间呢 还都就说天气还是比较好 就是有太有阳光出来 虽然冷一些 但是不影响户外活动 这样就不会感觉到 就是说自己一个人的孤独 因为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沉寂于 欣赏就是说外面的风景 哎 喝口酒 不过对于我来讲 因为像这种有孤独的感觉呢 毕竟是天数不多 大部分的时间呢 还是非常享受 这种一个人的户外活动 以及一个人的就是说开车的那种感觉 再喝一口 现在的外面气温比较低 就是喝点酒 暖暖身子 另外呢也是消消愁 解解寂寞 喝了 喝完它就吃饭了 这就是小棒子茶粥 这就是刚才烙的那个饼 看看有几层 和这个饼 瓶子 这 没用 饼 这就是 冰箱子